我們首先取出內附的 UCC 線 連接主機的 Input 1 的位置 UCC 線的另外一端 連接到筆電的 USB-C 介面 第二組我們連接電腦的設備 我們取出一條 HDMI 線 連接到主機的 Input 端的 HDMI 的輸入孔 然後再取出一條 USB A to A 的線 連接到 Input 2 的 USB 孔 連接到 Input 2 的 HDMI 線 連接到主機的 HDMI 輸出 再取出剛剛的 USB A 線 連接到主機同樣的 USB A 孔 第三組我們連接的是一個串流盒的示意 一樣取出 HDMI 線 連接到 Input 3 的 HDMI 輸入 同樣的加 USB A to A 連接到主機的 Input 3 的 USB 的位置 Input 3 的 HDMI 線的電路端 接到串流盒的 HDMI 輸出 然後取出 USB A 的另外一端 接到串流盒的 USB A 接下來我們連接主機到螢幕的輸出端 取出一條 HDMI 線 連接到主機的 HDMI 輸出 主機的 HDMI 輸出的 HDMI 線 連接到電腦螢幕的 HDMI 輸入 再拿出鍵盤滑鼠的接收器 接到主機的輸出的 USB A 孔 再取出隨身碟 接到主機的另外一個 USB A 孔 最後我們取出一條 USB C to C 的電源線 連接到主機的 PD 孔 一段連接到排煞上面的 VX 孔 那這樣就完成所有的線路安裝 現在顯示的是筆電畫面 可以用滑鼠鍵盤去做相關的一個控制 那我們現在換到主機的 Input 2 這時候會回到桌機的畫面 一樣可以用滑鼠鍵盤去做控制 那我們現在切換到 3 會顯示網路播放盒的畫面 可以用滑鼠鍵盤去做控制 再回到 1 就會回到原本一開始的筆電一個畫面 現在的畫面是在 Input 2 那個桌機的畫面 那因為本機有具備自動偵測切換功能 當我們把 Input 1 筆電畫面 接入到主機 Input 1 的位置 那就會自動偵測跳到 Input 1 顯示筆電的畫面 那這時候我們把訊號拔開 它就會記憶上次那一組 回到 Input 2 的位置